我说过最该改变的人就是我 话一度说到卡住 请此后首度参加中场会 面对败选所有责任 小英总统一肩扛 请大家不要相互自责 所有的责任我全部承担 同志之间不必相互为难 民进党过去也曾经失败过 但是每一次我们都透过反省 再站起来 我会做一个很不一样的总统 但面对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 与立委生存战 党期同志按捺不住 败选后第三天炮口对内 小英2020的连任之路也打上问号 我不客气的讲2020总统大选不会赢 那也许总统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还要努力的去争取连任 也许用一个新的方式 甚至表达弃选 让民进党内重新产生新的总统候选人 破釜沉舟 浴火凤凰 不过节目刚播完蔡适应立刻改口 简讯脸书接连发 隔天上午面对镜头三度澄清 就是要把话收回去 其实从头到尾并没有要求 所谓的逼宫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是非常支持蔡总统的 只是我而且民进党传统以来 也没有所谓的宫廷政治 到底谁要选党主席 到底未来2020谁会怎么样卡位 我觉得这是对党最糟糕的一点 中生代卡位战起跑 绿营茶湖内风暴暗潮汹涌 一旦领导正当性受到挑战 小英要面对的将是政权保卫战 继续林家惠杨阁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